大家好 我是没人认识的皮尼宜 上期讲到关于伊斯兰教 穆斯林在斋戒月期间的饮食禁忌 那你知道吗 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人口高达12亿 仅次于这个基督教 而台湾穆斯林呢 最多人口并非只有 并非是台湾人哦 而是印尼人口为最多的穆 以印尼人口为最多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印尼人呢 吃饭呢 如何使用这个右手吃饭 左手洗爬撑呢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讲这个右手吃饭的部分 那我在这边先说明一下 并非所有的时候都是用手吃饭 他们还是会使用这个叉子跟汤子吃饭哦 OK 那通常呢 他们都会使用这个盘子来去盛装食物 那大多以这个米饭为主 那饭前当然也是都会先经过洗手 那他们就用手去捏发 然后由食指跟中指呢 推到嘴巴里面 那透过呢 手指呢 去感受到那个食物的触感 跟温度是否会去烫到嘴巴 那这个过程呢 也可以说是对于这个 珍惜食物的一种方法 那其实呢 我们平常呢 也是会用手来拿取食物来吃的哦 那像吃这个螃蟹啊 海鲜啊 鸡腿啊 我们都会拿起来磕肉嘛 那这个也是对于洗衣服食物的表现哦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 那下期我们继续分享 印尼如何使用这个 左手来洗卡汤呢 那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